大家好,我來介紹今天的第一個提案 它說我給大家一個遊戲的台湾考卷 那這個考卷到底是要考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認為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路徑 就是當你今天有很多很多遊戲可以選擇的時候 你應該或者是你必須或者是你一定會走向一個路線 就是你必須要在這麼多的模型裡面跳一個適合你屬於你 然後你喜歡或者是這個風味非常符合你的口味的這個產品 那所以如果你面對選擇適合你的單元步行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些方法來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選出你的單元步行 對,那我們在這邊想要設定一個C的基準 這個基準是符合台灣的符合台灣太平洋的現況的基準 並且用台灣的方法去提估這個單元步行 是不是適合台灣人使用 那不會再為底類的 簡單的路徑行做一些考試 比如說基礎的直覺或者是進階的推論 再來有一些專業的利用這樣子 那怎麼樣捕捕生成的結果的好壞呢? 有些時候我們會認為他有一些範圍是好的 比如說我們需要他一些創意有限的時候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希望他有標準答案 從標準的範圍裡面選出我們要的答案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要是正確沒有問題的答案 那所以評估方式會因為請進的路口可有好壞的路口 這個目標呢 將建立一個台灣在地化的大流模式的測試題分級 這次會是一個C10的資料集 這個資料集呢 每年會有三個提示 公開透明的題目這兩個模式考試 另外會有五百題是 按理就是他不會告訴你他考什麼 但是他會告訴你考了第一版 第一版跟第三版 那在明年度呢 這個五百題會成為新的開源的名替 或就是會重新開放的樣子 那如果你希望 或是我希望 希望AI未來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今天來講聊聊吧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